马上也要继续加强了 是 好 最后选择了一个沙皇 这一局 Fofo正面应该就是 见了 小天来得及吗 当然现在暴女跟女坦状态都不是很好 走过去 那这波是没有六级 是被日女控住了 而且反手对面交TP过来 哎 在一血是被泰坦拿到了 应该是点火 还是平A直接带走了对方的一个打野 暴女倒下以后 下来的一个大鳄鱼 直接找到一米哥一米哥 硬吃鳄鱼的一套 再交闪现 因为是流沙一锦 已经贴在脸上 那对于鳄鱼来说也是比较伤的 下去踢没有 走到了女坦这边打一套 伤害来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 但 在新冠没有双招 再借一个青蛙叶宁 主要是飞轮已经点满了 两下平A就把WINCE点掉了三分之一血 这波动龙 方布拉茨还是有察觉啊 是 这波直接闪现下来 暴女的状态很差 这波小天没有盲锥 是选择直接把龙给拿下 另外一边沙皇推 推到了是卡尔玛 但是鳄鱼这个时间点 反而是在岸上的 而另外一边 小天真的应该要先被激活 使大家打残的BEST16 但林伟祥跟他没有闪现 先往后走 右边有四个队方的队员 这时候奎英来到正面的一个战场 但是林伟祥已经先被KINGON给杀掉了 最后反而后方的BEST16的BALL 下路这一波双人组是直接往上掉 BLG是选择把双人组主动的往上掉 然后进而控峡谷先锋 这个峡谷先锋 感觉上路这个塔皮的血量正合适了 可以拿一血塔啊 那这一波堪动起来了 来中路直接包一下FOFO FOFO吃了太坦的控制以后 还要在远处被击飞 在这边鳄鱼过来帮忙挡一个太坦QG的那个弹道 FOFO是交了一个闪现车率的撤退 上半步下路全锋叫出来 但是一血塔应该是下路林伟祥先推掉的 看中路这边几个人集结 塔下就一个鳄鱼 怎么说鳄鱼走不了了 而且后面的FOFO也是被小天给收掉 感觉首塔心切没有看到后面绕过来的两个人 主要这一波BLG因为大部队打野跟双人组在上半步 两边疯狂换 这边上路继续要换二塔 是林伟祥也把下路的兵线带到对方那个内塔前面 但这波其实是WINCH吃到了比较多的一个发育 是 而斐鱼是补出了 但有人来了 这波来了 但有进化这一标 一个反向的走位走过 暴女没有标的话根本没有前铺的一个理由 是 回首 哇 看着这一波走位还是很漂亮 上路打起来 正面是日女挡住了太坦的一个输动航道 但自己交了闪现轨率还是很危险 一个秒标走过后方飞过来的这个轻快夜宁 但正面卡尔玛在啊 杜云碧是利用一个心灵烈焰 直接把心魔给杀掉 这波韩冰是在中路 直接赶到了二塔中间 亚塔中间 反而给杀掉了 这波沙皇在这边 但是韩冰不在 所以上半步还是个四打三 而韩冰去推中路的线的时候 又看到了奎英利用自己的一个深路敌后 快速的下路往上半步靠 这波的一个攻防 方普拉斯在这波的博弈 看数率上面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林伟祥还非常的远 这波方普拉斯上半步毕竟发起了一波进攻 离下半步的龙是比较远的 但是中路线已经被英比哥带进来 已经过了十四分钟没有渡成 那这波回首的人有点慢 中路的外塔感觉快要掉了 这把刘青松好凶啊 直接走到四个人面前 想开这边勾上去了 勾的位置有点深 反手这边大鳄鱼在正面 所以也没有办法 让方普拉斯从这个位置进入 但下一波兵器进来 这个防御塔其实就跟不存在一样 对 其实劝退一下走位 然后这个塔就直接可以拿了 沙皇这时候还在家里面 也没有选择交TP出来 转点过来的人 上路已经要被拆掉了 杉杉来迟 这甚至林伟祥都不在正面 上一个人就直接用大量的小兵 而且这波一勾勾到了一个暴女 太胆直接给大招 这位置可能要直接秒掉 被S16往后跳了一下 看了一个惊声 但是奥拉夫就停在脸上 这样有猪神黄昏 先剁掉了暴女以后 再把星魔爷给带走 另外一边TP下来的一个恶鱼 好像也走不掉了 在正面一打一的一个局面 看一下人们的力往快弯 Winz小榴莲终于找到机会 为BOG搬回一个人 Winz就选择交了一个进攻闪线 但这也是一个伏笔 直接吃到太阳的一个钩子 松松今天的钩子 感觉找回了状态 这就刚才说的 爱希在中路为了追杀 奎英交掉了双招之后 位置其实要很小心 是刚拿到的峡谷前锋 可以直接往中路电台来进攻 BOG感觉现在有点守不住啊 这个桑布拉今天这个节奏 推进的有点快吧 是 主要上半部地图 刘青松跟林伟翔 在下路取得优势以后 连续几波 上一波勾暴女 这一波勾掉了Winz的一个寒冰 小霸王的粉丝能不能想一想 我们上一次看到 就是你觉得这把游戏 跟汉子哥没有关系 但有优势的比赛 好像已经下4000点左右了 这边太阳上来 限制对面暴女下来的一个位置 直接给她 她的暴女还是扑下来了 这波大龙 最后好像没有办法 没有强盗 被C16并没有成功 而另外一边 可以看到 这一个位置奎英是完成了 对Winz的一个 应该是单杀 这个位置应该感觉 旁边没有队友可以给到助攻 终于报一箭之仇 这波大龙拿下来之后 还有三分钟左右的一个推进机会 我觉得刘青松想出勾了 这个勾 有点远 我觉得从心魔的裙摆旁边画了过去 而正面DoingB是TP下来 她AD不在了 现在手加了 只剩下沙皇一个人 这波大龙 我感觉方普拉斯是想把比赛干净利落的 不给到VOG 再往后拖沙皇装备的一个机会 中路的水晶带掉 大龙时间还很多 还有两分半 下路的奎英的冰线带的还比较远一点 那方普拉斯会选择回撤 整补装备再来吗 没有 感觉是要直接转下了 下路的话有一个二塔 这边等奎英把冰线带过来 勾到了 Best16走到了刘青松的脸上 直勾以后林伟翔直接把人给点死 西娃在后面翔宝直接被银燕喷出一个double kill 这边又是一个普攻 普攻到了一个鳄鱼 有一个金身 鳄鱼快不掉林伟翔 林伟翔剩下三百多点血 但是都WINS 几点血 把这些Q技能开始推 这时候沙皇进来推过去 但是沙皇还被奥拉夫天脸给杀掉 以后一个诸神光辉 卡尔玛还在给 杜云比跟小天合体以后 回手把WINS给斩掉 虽然林伟翔阵争亡了 但是方普拉斯剩下四名队员 可以继续利用大龙buff 来把这把比赛给结束复活时间太久了 是的 暴女还有七秒钟 我们应该可以率先恭喜方普拉斯 1比0 先持得点 其实前面的 加里奥 冰女其实都可以 可能更多的DWB 还是比较喜欢加里奥 这下落感觉野区 好像还是有埋伏 在回包 知道南枪的位置 大概是还在野区 是 南枪这波其实原本 他算是在里面逗留 但是东方比较 嘲讽到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极限距离 但是伤害量不够 南枪打了二段Q以后 峰后刚刚第一时间进的 应该是冷却的时候 哇 松松从下路游走过来了 先一步到达 最后勾到以后 人头主要还是 刘青松最后已经是跑到了 可以支援到的一个位置 中路想动手 三个人想包夹一下 但是旁边 也是三个人 加里奥这波沉得出伤害吗 余正有打出来 但是没有沉出来 这波是新龙很漂亮 这波是可以打出被动的 是 小天又是被布龙被动给晕倒 这波林伟祥赶到正面 那场给了一口治疗 小天知道自己撤不掉 想要粘 但是 小规模的遭遇团 这样布龙还是太强了 尤其是在时间比较早的时间节点 全场都动起来了 辅助现在都不再下路线了 感觉辅助也变成另外一个 打野在游走 余正龙还是没有回家 这波草捧到了 草捧到回来 接了一套伤害以后 能不能A死一丝血 快速拔枪往后撤 而且有一个合照迅界线的一个领域 下一个技能 Q技能勾到了 刘金松把这个人头 加上水土上 亦有风吹草动 所有人都在往这边靠 但布龙也在蠢蠢欲动 走过来了 但这波天使也要DP过来吗 龙好像要打完了 打完以后这边要接团 这边加里奥过去 逼退了 逼又去这个重人 DP下来的一个 AD在前面扛伤 但是DWB的位置很危险 被FOFO跟上一波爆发 DWB是倒在了FOFO的妖际手下 哇 这两边今天第二把 这火腰位有点重啊 是 关键果是三个人下来 还要再打三打二 这一波双人组想回线 以为已经是打完了 没想到正面三个人飞天下来 把星魔给杀掉了 但防盗门也是扛了蛮久的一个时间 BZ16反手一个烟雾弹 造出了小天 他在换弹小天这时候 后面双人组过来帮忙 但是奥恩没有走 奥恩六级有一个羊 但是奥恩没有走到两个参业的人员 再是BZ16一个Q技能 哇 直接打强打掉了两个人头 而另外一边妖姬 魔影迷中飞进来 一斜塔中路 应该是能守住吗 撞下去剩一格 但是DWB不太敢点这个背后的眼睛 对 产生还很高 又练到 好险刚刚应该是换了一个治疗 要不然就直接被暴死了 这波BZ16交闪线拿人头 有点凶 拉开防御塔的一个仇恨 天使闪过来 一套EQA 打完以后还有三百点血 你的投赤没有投到 但是减斧子再一个投 这个投赤好像又投完了 一个毁灭打击打到以后 天使给一个大招 强行拿下档 人头是给到了看 看这波支援很到位 Ed是来的比较慢的 这时候叫羊 看是回头先扭过了第一段的羊 来减少被第二段羊击飞的一个控制时间 这时候加里奥英雄登场 英毕哥虽然很惨 但是他在下这个三郎跟蛤蟆是不是就 第二轮以后就没人刷了呀 这个男商 现在要是拿个就是那种什么五六个人头 更加线上的线 队友也会让他刷 是 因为实在是太肥了 我只能说小凤凰变了 都没有人去吃野怪了嘛 不是照理来说 这个 三郎跟那个是AD的对吧 然后一些是英毕哥的 小天没有野怪 就拿F6拿命也要拼 小天这边已经 直接在线上就恶心你的Ed 就上路奥拉夫路头了 所以感觉放布拉斯 如果真的正面要打的话 一定是要考虑清楚的 刘金松差一点位置感觉有点危险 呼隆被动被打出来 反手是一个 但是有加里奥要落下来了 这怎么刚好击飞到了 位置交闪现 然后新模式选择在塔下出来 加里奥一个正义冲拳过去 跳了一下小兵 还是被嘲讽到了 新模式被DW一个火箭要带 贴脸直接给拿掉人头 上路要出现单杀了吗 没有 看着一个大招审判 最后圣剑是没有落在奥恩的脸上 一丝血被奥恩可以跑了 等下路这边好像还想再打 揽枪过来了 想追着奥拉夫 小天这波是被闪现以后 B16闪现一发QR 连招直接贴脸一个终极爆弹 把小天给杀了 我两边真的是在乱斗 这边OB现在也很辛苦 OB大哥 坐在里面都很强 但方普拉斯就是说 他现在就是说看天使对吧 因为这个阵容 比有其实终极是要有游戏 有点高 奥拉夫就在旁边 反手 看着直接吧 还在找 FoFo打财 闪现以后 最后一个魔影名中 逆流投资没有投到 FoFo的下一个技能要好了 但是刘青松绕过来了 太坦也来了 那这边怎么办 FoFo一个一技能 同样的都空掉 两边技能都空了一些 但最后太坦一个大招 击飞以后 直接过去一个平A 但是远方B16 一个中极爆弹在远处 把Kan给狙杀掉了 这另外一边 太坦感觉也很难走 是 他是拉到草丛里面 在找机会 但是应该只是拖一点时间 这不 大哥换人座了呀 8300的经济 刚刚我们上一次看的时候 天使应该还是经济第一 但现在Ed只有5600的经济 但是自家打野已经8400了 这一把对于Bill 下路这边 天使可以利用人不多的一个时间 把塔给推掉 FoFoFo现在也很 天使去吃经济 吃更多经济的话 其实对FoFoFo来说 好像是打到另外一个人 奥文有没有想法 这个位置会不会是叫阳 是 感觉要叫了 容易要打掉了 来 叫阳的有点慢 反而是芭芭拉斯掀开 在英雄那条的位置 已经第一次就被BOG给拉退 这时候丢了一个布隆 进去布隆 直接闪现回去 原来是一个鬼束布隆 而另外一边 DWINB1技能过去以后 看个内塔 我这个内塔的血量 刚刚已经是很低了 所以即使只有两个远程兵 还是被WINCE高速的一个 DWINB 因为两边的伤害都是溢出的 就你只要有人进去 白吃到太多的伤害 都要直接死 都要直接被剪圆 这不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但中塔的血量维持的一直很不错 小天在旁边 被要偷了一道 但是正面开起来了 新魔黄道门取起来 好像还是被天使秒掉了 16G 应该他俩够大 对 而且续上加利奥的这个讨讽了 那这样大龙 直接开始打 人家打掉半血了 是 风波过来 想踩打野 没有踩到 只踩到松松 外面叫阳进来 虽然也击飞到 但是正面的速度给不进去 WINCE根本不敢靠近 小天 人在正面 自己也卖掉了自己的血量以后 风波想利用W技能踩 没有 到正面的这个位置又被开了 就可能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比较肥 就跟刚刚结束的那个高地下路吃 泰坦勾有点像 但这一波泰坦勾 是直接勾到了一个布隆 在旁边 林伟翔是直接给了一个罪名的一个定 但是 云士 收了 金灵球 不敢出去啊 风波在旁边等 但是不敢直接砸 因为正面的TP下来的一个天使 风波还在吵 天使的伤害感觉有点爆炸呀 这波泰坦勾一进的好像哭了 林伟翔并没有倒 天使的一个大招是给到了 正面的一个加里奥 DWINP也被保住了 天使往前 路路无人之际 瘋狂地砍 但是看到 看到FOFO过来 赶紧利用金灯躲过一段 魔力迷踪 解掉了一个瞬间 删了两下 奥恩倒下 但是FOFO终于把这个人头拿掉 但是另外四个队友都已经倒下了 加里奥还有TP 从家里出来 保住队友把这二塔拆掉 有点难以阻挡了 之后 后续被撞了起来 是这个位置 烟雾弹在稍微减速一下 下一个一技能 是闪现辈子16 打断了趁一冲拳 后面嘲讽到打出余震 精神在拖时间 这应该是拖时间了 队友是不可能支援得到的 这 就是可能我觉得你要给我 或者是我觉得你不给我 然后 因此技能交从了 或者是都没交的情况 所以的感情很好 过去的一个方法 当然也有一段时间 我们看过有些队伍 是 来 这边 打起来了 两边都有人没有到 波波应该是比较远 每一个阿基能穿到了两个人 伞丽奥 伞丁超红 感觉这个位置 Win10是走不掉了 直接被林伟祥天灵给带走 而且另外一边天使 三下应该是直接 把星魔给融化了 又是突突其然的方法 不是开人在 我们还在聊奇怪的话题之前 已经看到开在 梅亚塔上面 抱歉 在高丽塔前面 疯狂的砍Ed Ed应该是吃了四下的屏 给半条血掉了 这奥恩 完全落不了 18级天使的一个爆炸输出 中路 直接退掉 冰线的话马上也要去上了 在奥恩这边只能 先手开一个大招 想要防守一下 对 想把后面的炮车兵给清掉 顺利的清掉以后 这会能不能留住 有南昌卡下的这个位置 感觉发布拉斯碰得太深入了 是 小天的位置有点危险 但刚刚说到的天使的一个大招 让奥拉夫可以顺利走出来 有机会偷吗 但是这边下早了 他第二个魔影民众过去 踩到的是林伟祥 林伟祥直接正面的 站在妖精面前 他知道 就跟时光很像的一个点 就是你不打他 他给队友有争议 他自己还有个大招 但是你打他 你又打不起 好 正面 龙已经掉了 大圣花火炸出来 贝斯16直接剩下三分之一血 新墨接下了一个防盗门 他们后排进场的是加利奥 然后再大招回来 另外一边杨一串五 但是正面没有伤害跟进 Winx不敢点人 因为这前方有一个 看见一个天使 天使是举着叫R闪上去 直接炸死了Winx以后 再两刀把贝斯16给收掉 另外一片奥恩被毒打 林伟祥 这波词直接贴脸 虽然武器不好 但是无奈啊 虽然对手的武器不好 但无奈自己的装备更差 是的 这边被团灭了之后 不要去没有人可以守 这两个梅牙和水晶了 我们要恭喜FUN PLUS 这一波大龙拿掉以后 正面团战开起来 虽然六局也是尝试的 再利用自己的一个阵型 以及自己奥恩来做一个反打 但是无奈 最后还是被汉子哥的天使 支配了这把战场 就是下一个不想要干什么 就被带得很累 但是他们第二把很明显地就是 跟上了 并且自己还做出了一些有效的应对 就比如说南枪的支援 或者就是奥恩的支援 等等 其实他们在小规模的团战里面 都做得非常主动 包括辅助 他在第二把是一个布隆 他的游走其实也是相当关键的 对 就是在被先打出一波 他在中路那一波很关键 所以他们很明白地知道 FUN PLUS今天可能就准备打这种快攻战 哪怕他们第二局拿了一个这样的阵容 但还蛮有可能就是那种烂拳出击 就下路没有看到那个 那个拿着大海毛的人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在 他就在打野的旁边 对 那一定就是在跟打野 或者跟在自己终担想搞事情 我想到一句话就是 有一句话就是说 这应该是喀莎说的对吧 喀哥说就是 我蛮好找到小天的 只要看他Do Me在哪里 但现在就是辅助还要想 我也蛮好找到刘青松的 只要看 就看他的锤子在哪 对 看那个打野在哪里 就他就在哪里 所以还是比较明显的 BLG在短短的时间的调整里面 他们已经不管是阵容的调整 还是说对于这个整体的 赛场的一个节奏 都有在去做转变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我们印象中BLG 特别喜欢打运营或者打拉扯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我觉得说 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在比赛里面 都会出现闪光点 但是明显的对于一个 过去的成绩来说 已经就去年夏季赛 应该是最高峰马来到四强 对吧 那今天春季赛的成绩没有延续夏季赛 对于BLG来说 自己来说一定是不满意的 而且对于观众对于粉色来说 其实最后还是成王败扣 闪光点其实并不足以 像这把前面25分钟领先的这4400块钱 对吧 但是没有划回胜利 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后续的继续去聊 对吧 这还是必须想找到胜利法 因为 其实这把你可以看到 就是以这样的中野的一个搭配 其实Best 16跟FB是取得领先的 当然我们也一直在中期间就帮大家盘 就是说天使这个点成长起来 那可能BLG这把就是劝缺了 怎么样去处理天使的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难 就是因为 这毕竟不是版本主流内的英雄 当然我们有看过出场 但是它是一个战术可能 很难 你很难在BP里面去预料到 它会掏出这一手 对吧 你真的掏出来的时候 那么只能垫地一个比赛的基调 就是尽可能的去提速 那提速其实前期BLG 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有一波我觉得很关键 就中路那一波 这我必须 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南昌 有在这些法规武器战报道里面 拿到人头 但是却没有人去限制这个天使 就天使其实这场比赛 正面 它除了那一波 我们说五级 要下来 对 帮忙的那波 显得有一点点尴尬以外 其实它后面一直在发育 但是你要想 等级刷得特别特别的高 除了中路那一波 从外塔一路被打到大龙掉的那一波 就待会我们会看到 在那个时间点 其实左边的阵容也有限制的 只要是你被方普拉斯牵手 尤其是你是优势方的时候 当然你的优势并不是那么 场面上世界快那么大的原因 是确实有天使这个 后期的因素存在 对吧 当然这是前面的一些画面 就我们一直看到 就是 方普拉斯这个点也不错 就是说小天这把 其实已经完全知道 舞台不是自己的了 前面带着队友冲 带着队友劈 没有劈出来 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想办法过来 保这个分带的天使 天使是扛了防御塔 最后交散以后被 交完闪以后被被C16一个R进 就这一波 这波我觉得是 完全不应该的一波 对吧 就是那一波是大节奏 那一波应该是翻盘点 就开到了 然后发现这个天使拿到这波双杀之后 伤害已经吃不住了 过去的团战 其实每一波 两边都还是比较all in的去打的 但是可以发现天使装备在成型了之后 队友就可以 比较自信的去进场 因为知道毕竟 后面有个天使会保着 这你问我今天第二局 在我觉得第一局BP上面来说 方普拉斯做的明显比BOG好 第二局 我觉得阵容上面各有发挥 而且BOG也打出来的时候 你如果只让我说一个点第二局怎么输的 我觉得方普拉斯的先手能力高于BOG 他们找的时间点 以及他们的配合度 你看后面就是中路那一波团 跟最后那一波开到 然后Fofo在左侧 拉的那一波 就是甚至BOG都没有做好被开的准备 然后就被方普拉斯打出一波一锤定音 然后直接从中路 那波好像没推完 但是已经就推到剩下一颗门牙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第二场BO3结束以后的一个 榜上的一个三名选手 分别是我们的下路组合 松松以及想想 还有打野小天 那今天可能对于方普拉斯 小凤凰的粉丝来说 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 感谢前三名 我们特别表扬 松松的新上人 以及林伟祥 基地的梦 还有最后这应该 一一离 应该不是什么特别的文字 对我在想 不像表情 像两个一 那其实这场比赛能看得出来 就方普拉斯 没有因为之前的失利 或者什么影响他们自己的状态 尤其今天这两把打了 感觉就是还是很敢拼 敢冲敢拼 尤其是可能他们 在认为面对标军 这种特性比较强的队伍的时候 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拆招 哪怕是到了红色方 我们可能觉得很多 这个版本很多队伍都会觉得在蓝色方 VP是一定要 就是比较主动的 但他们在红色方 他们最后一手 先来看一下 VP是给到了 哈子哥的天使 这场比赛的参战率达到76.2% 而且上海战比达到36% 对位的经济差 也是比较高的 来到了8000多 是 这一首天使 我觉得后续就是很多的选手 很多的队伍可能也会 在四五楼的攻防位来说 多享一层 对吧 就是 可不可能就忍不防 方布拉斯 马哥 赞马 又给你掏了 又给上海整一个天使 其实VP我觉得还是蛮有 那个射陷阱的 他最后自己扳了一手巨魔 对吧 然后厄菲流斯跟卡丽斯塔 跟奥文都放给你 对 这只是说就是 就是他会知道 你大概拿一个什么样的阵容 然后我已经想要 我要怎么去做应对了 对 但是你要想 后面卡莎丁 跟赛拉斯这个是 就是赛拉斯这个位置 绝对可以给天使 但你给 你是觉得给天使 但我觉得这一首 真的蛮难想到 对 万一 打奥文有很多种选择 对吧 之前我们上个 上个春季赛 就是上个赛季 可能有天使 有天使这个英雄 可能更多的出现的是吸血鬼 对吧 就是因为奥文的缺点 就是你压不住一个 发育型的上单 对 然后天使发育起来很厉害 对吧 很无敌 对 关键你奥文还对他 没有什么威胁 是是是 好 那这一把的赛后采访 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马上将现场的画面 交给主持人双杰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我是瑜伤 我们邀请到的是刘金森 来接下来我们的采访 先打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防普拉斯 辅助刘金松 好 欢迎松松 今天也是拿到 下一次在手上嘛 而且今天你的泰坦 第一局拿到MAP 而且钩子非常的准 所以很多人也想知道 能不能出一本 钩子修炼手册 教教大家 为什么你的Q能这么准呢 就这些钩子类的英雄 就是我认为的话 就是你要去多玩 多玩的话 你的熟练度 然后也比较清楚 就是别人的走位 这些东西 可能会对你的玩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是熟能生